电梯装镜子早期多半为了美化 有镜子看起来比较宽敞 但镜子用处其实含义更深 内政院法规规定无障碍空间 一定要镜子 就是正面臂要镜子 就是当你轮理自己进去的时候 它可以看着那个镜子 无障碍空间电梯一进去 前方难免一定要装设镜子 或悬挂广角镜 目的不是用来化妆 更不是自拍 而是为了让行走不便 做人意的民众视野不被遮蔽 像日本它有规定 那个老年人可能就是一个手 这样子晃晃晃晃晃晃 然后要去三楼按到四楼去 所以它才按得比较大可 除了镜子无障碍电梯 免不了按钮大小设计 按钮点滋 还有至少两侧的扶手 从电梯门打开一直到关闭 总时间也不能少于五秒钟 种种规划不外乎是让使用者更加安心 创业五十年造震之最 远雄左岸 五万七千平水岸智慧造震 远雄左岸桥 串联一千三百公顷河滨美景 超越二十二座大安森林公园 一点二公里四季大道 主题花园城市 全球第一台湾唯一 远雄左岸